10号 西岩高铁全线最长隧道 宜军隧道顺利贯通 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 截至目前 西岩高铁全线47座隧道已贯通41座 西岩高铁宜军隧道位于陕西省同川市宜军县 全长17.5公里 是西岩高铁全线最长隧道 也是陕西境内最长的单栋双线高铁隧道 宜军隧道内地质环境复杂 施工难度大 风险高 施工团队积极开展技术攻关 搭建智能化管理系统 针对可能存在的他方与大变形风险 采取超前地质预报 引牌裂系水 局部超前筑浆等方式 确保施工质量安全可控 西岩高铁是陕北革命老区的首条高铁 线路全长299.8公里 设计时速350公里 线路预计2025年12月通车 届时西安至延安的火车运行最短时间 将从目前的两个半小时缩短至一小时左右 线路状堂卡 庞敌宏卡 هو填性马控管理系统 670年12月通知470公里 770年10月1 result lag ät milliards